之前有一個親戚 他有在做賣珠寶 通常親戚想要賣珠寶的話 他一定先從 先找身邊的朋友 身邊的朋友 親戚 對 然後那時候媽媽有跟他捧場 十幾年前買的 那時候買多少錢 這個 媽媽有講過嗎 他沒有跟我講過 但是好像保養得還不錯 是 它有2.34克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哥倫比亞主母粒 哥倫比亞 它的顏色你看 都是綠中帶藍的感覺 Buzo 就是那個最好的礦 那個很老的礦 這個主母粒相當漂亮 所以媽媽買的好東西 很好的 媽媽有常在帶嗎 偶爾去一些重要場合他會帶 然後人家有 好像師傅跟他講說 綠色對他是好的 增強運勢 對 那這個東西又不要常帶 因為它比較脆 韌度不高 撞到它 不碎 它又是一個很高價值的東西 很好的東西 但是看起來是保養得滿好的 對 保養得不錯 保養得滿好的 因為很少帶 很少帶 對 非常少帶 有一點點那種化妝品的感覺 就是可能有帶過 沒有給它清洗而已 那是一般用清水 布擦它就可以了嗎 像這樣的主母粒 假如要清洗的話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 放在盆子裡面 不要放在水龍頭下面洗 不要 不要 要放在盆子 萬一啦 香得不夠紮實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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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掉了 水龍頭就沖走了 所以在盆子裡面洗 溫水沾沙拉脫 輕輕的把油脂去掉 不是把保食洗掉 是把表面的油脂去掉 就一般的沙拉脫就可以了 一般的沙拉脫就可以了 因為中性的 然後軟性的牙刷 不要的牙刷 不要拿著鋼刷什麼 什麼牙膏什麼 都不需要 很多人用牙膏 對啊 對 牙膏它裡面有佛 有時候會影響 它裡面有爪子 因為每一個戒指裡面的 K精成分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成分的差異 怕它會侵蝕它 所以我覺得還是用沙拉脫 這種最中性的去清洗就可以了 沙拉脫跟人 保養很重要 軟毛 牙刷 阿關妳知道用牙膏 像用牙膏來洗這一個 竹母粒或者是洗翡翠 還有珍珠 洗到最後都會變成什麼 霧面 會霧氣 因為有的牙膏 它裡面還有細沙粒 刷到最後就霧氣了 會把它磨損表面 對 表面都磨損了 好 我們來建價 請建價 我發財了 再來趕快叫爸爸 這個哥倫比亞主 我們現在 我剛剛從香港豬包展回來 就看了 這行情絕對很精準的 大約現在的行情 就是市民市行情 這一顆拉大約15萬 大概2.34顆拉 再加上這個台 大約保持差不多在35萬左右 這個台大概6萬元 所以差不多41萬元 是這麼來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物件 這個在 就是你知道展覽 或是一般的珠寶店 這個絕對是 擺在那個最底端 最鮮豔的地方 他猶豫的確率 就是小了一點 2.34顆拉 大的話就嚇死 大了也帶不下 顏色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